第四百四十五章 秦王VSD陈三 小狼对于他们这些小兽的来历 一贯都是贿若陌生 无论叶西文怎么问 都没有办法问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 小狼是嘴巴最严的时候 对此叶西文也是没什么办法 小狼虽然很多时候大大咧咧的 但是对于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他自己分得很清楚 他不想说的 就没有人能够让他说出来 但是叶西文清楚的是 这些当年的幼兽 只怕都是来头不小 看到这头黄金狮子 叶西文却是想起了小狼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 小狼也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是不是已经突破到了圣境 不过看到当初只不过是真到的黄金狮子 现在却已经成为了半生巅峰 显然小狼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甚至可能还要更快一些 也很难说 黄金狮子气势无敌 席卷了出来 许多弟子看到这头黄金狮子 不由的垂头丧气起来 他们别说和地沉笔 就算是和他坐下的这头黄金狮子相比 都有着天壤之别 黄金狮子脚下猛踏 虚空碎裂开来 仰天长啸一声 升阵八方 面对如此强势的黄金狮子 秦王终于也有些坐不住了 虽然他坐下的坐骑 也是来历非凡 但是也不过 只是一般的半生后期而已 比起这头黄金狮子 还是有些差距的 不由的在黄金狮子的气势之下 后退了一步 还是有差距啊 有人叹道 虽然秦王坐下的骏马 可能有什么神兽的血脉 足以轻松踏碎一般的精英 但是明显和这头黄金狮子有差距 可能是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个时候都显得弱势了一些 有人不愤说道 叶西文看去 多是真武学府的弟子 不愤秦王被帝臣压制 真正的大战 才要开始呢 叶西文淡淡的说道 有不少弟子做出了和叶西文同样的判断 虽然他们未必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许多人眼力还是有的 双方都未曾出现历劫的情况 显然都还有保留 什么 难道他们还没有出权力吗 还没有出权力就已经如此恐怖 若是全力出手 难道真的要将那个小空间都打得崩碎 打到广场上来不可 有人听到这话 顿时惊诧无比 不 他们已经全力出手了 叶西文暗存 面对彼此这种极数的高手 就算他们面子上表现的如何的自负 和对自己的自信 也不敢不尽力 像对付一般人那样留一手 高手相争 就只在片刻之间 如果被对方抓住机会 那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何况秦王和帝臣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不过是差之毫厘 谁敢大意 但是刚才那一击 也只能算是试探罢了 对于彼此的实力有了了解 真正的大战 才要开始罢了 全力出手吧 你号称曾经歼灭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呢 帝臣端坐在黄金狮子之上 高声喝道 我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不能展现出足够的力量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张狂 无比的张狂 震慑一方的秦王似乎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里 让秦王展现出最强的力量 然后击败最强的秦王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斩强敌 正我道 这是几乎所有强者的通病 他们强烈的信心也是如此 击败所有强敌 才能让自己的道更强 坚定自己的道 你会后悔的 秦王 秦王嗡声 嗡气的说道 声音冰冷 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如何 有没有波动 全部都被那金属面具遮掩了 坐下的骏马 养天长丝 斯明声震八方 一阵阵恐怖的力量在席卷 虚空出现裂纹 这也是一头绝世神兽 如果完全成长起来 也是异常的可怕 秦王从身后掏出一卷卷轴 朝天扔去 这一卷卷轴顿时疯狂卷动起来 长长的卷轴完全展开 犹如一条条的巨龙 开始疯狂的绕着秦王旋转了起来 莫得 一夜卷轴上 一声响亮的马斯的声音 从其中传了出来 在众人的眼前 一队骑着宝马 身着铁翼 手持长歌的部队 从卷轴中奔袭了出来 这个是傀儡 叶席文顿时睁大了眼睛 虽然外表与人一模一样 但是叶席文从他们的身上感觉不到 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生气 也就是说 这些骑兵 竟然都是死物 但是也不同于叶席文曾经见过的阴兵铁骑 或者僵尸 没有那种阴冷的感觉 只有一种金属制品 冷冰冰的感觉 确实是傀儡没有错 难道是傀儡不成 也有许多人将信将疑的问道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就是秦王杖之曾经灭掉一个小国家的 玄甲卫 有知道的人解释说道 这些是傀儡没有错 但是在秦王的手上 却是一只可怕的大军 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这只玄甲卫的力量 这每一只傀儡 竟然都有半胜后期的力量 最少也都凝聚了超过八百道法则 当真是可怕至极 这样的一只力量确实足以横扫同辈无敌手 有人惊骇的发现 这些傀儡 每一头都有让人心惊的力量 每一头傀儡都最少凝聚了八百道法则 多的甚至凝聚了九百九十道 这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争论 到底是个人更厉害 还是军队的力量更为厉害 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定论 也就是制和量之间的争辩 有一人屠灭千军万马的情况 也有一只大军屠杀过盖是强者的记录 这是两个几乎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 而现在这只玄甲惊奇 毫无疑问是兼具了力量和数量 上千玄甲位之中 有骑军三百 步军五百 还有两百弓箭手 这是一只麻雀虽小 但是却五脏俱全的军队 难怪都盛传他曾经歼灭过一个国家 不过这些傀儡 每一只都制作不易 精良无比 就算是一个圣经高手都没有办法负担如此大的消耗 他怎么可能有如此财力 有人一问道 这些傀儡确实厉害无比 每一只都是半圣后期 傀儡一道在真无界之中确实也有流传 但是并不是很广 因为这些傀儡有些鸡肋的意思 看材料和个人的修行如何 如果制作的差了 不过是给别人送菜 若是制作的精良却是需要海量的资源 一般人 就算是一般势力 也都是根本玩不起的东西 傀儡需要成规模的使用 单个使用效果不大 数量越多也越可怕 但是数量越多 所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 一般人根本想都不敢想 往往拥有的也都是一些大势力 你们这就不知道了吧 这秦王本身就是南域几大帝国之一的 大唐帝国的皇子 而且是属于开仗建府的那种 拥有这些资源 又有什么奇怪的 有人解释说到 他秦王的封号 也是因为开疆阔土而得来的 上前半圣后期的悬甲位 让叶西文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气 到底是大门大户 大势力 哪像叶西文这样 仅仅是供应一头血奴 就已经有种捉襟见肘的感觉了 更别说要供应上千傀儡 如果没有没有庞大的势力 根本就供应不起 叶西文心中难免有些羡慕 不过也仅仅只是羡慕而已 毕竟相对于这些大势力的人来说 叶西文做事也自由的多了 也不用受到束缚 秦王这支兼具了数量和质量的可怕傀儡大军 足以让人胆寒 就算是叶西文遇上了 也是棘手的要死 群战绝对无敌 不知道帝臣会怎么应对 叶西文目光望向帝臣 帝臣脸上挂着冷酷的笑容 只是淡淡的看着秦王将上千悬甲位放了出来 也不曾阻止 只有这样吗 那你的死期就到了 帝臣一声大吼 气吞八方 天地都在随着他的大吼而震动 无数的山峰在他的阴波之中崩碎开来 异常的恐怖 秦王不动声色 但是他选甲位之中的两百弓箭手 瞬间搭弓上弦 庞大的长弓在他们的手上毫不费力 有眼尖的人发现 那些弓箭手每一支箭矢 竟然都是法器 能破万法的法器 什么叫有钱人 这就是有钱人 除了背靠大唐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有整个帝国的资源在支撑 谁敢如此奢侈的将箭矢都做成法器 搜 搜 搜 两百只长箭瞬间划破天际 割裂虚空 每一只长箭都席卷出一阵龙卷风 那长箭仿佛成了一条条的长笼 瞬间朝着帝尘攻伐而去 轰 帝尘长枪瞬间出手 滑出一道恐怖的光芒 横斩了下去 顿时击破了数十只长箭 法器做的长箭在帝尘的长枪面前 却与那只狐的也没什么区别 当当当 其余的长箭瞬间刺到了帝尘的身上 在帝尘火红色的铠甲上 蹦见出火星 当当作响 在帝尘的周围都是被长箭割裂的虚空 一张一合 正在飞速缩小 异常的恐怖